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 这画面已经完全干了 刚才我用那个电吹风吹了一下 现在用这个农末画这个松树 这松树呢 我在那个国画柱门里边介绍呢 比较远的松树呢 就比较概括的画这个枝了 就是可以用这个树的点子来画这个枝 不用画这个一组一组的那个枝条了 那在我那个国花入门三十天攻略的视频里边 也介绍过松树 有很多种画法 你看这个 这个树点呢 它也是这个其中的一种 还有用 这毛笔用那个散风 那么画 都是可以 有些画家连那个近处的比较大的松树 也是那么画 像咱们这个按揭的圆上画 这个介绍的就是这种远松 就不需要一组一组的画松枝了 而远松呢 主要是这个形态很重要 这个画松树呢 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 这个距离比较远的松树呢 我感觉主要就是这个 画出它这个姿态很重要 它像一个剪影一样 但是一看呢 就知道是松树 我说不是别的 因为这个松树呢 它具有极强的这种明显特征 在我们那个网上国画培训班里边呢 专门有这么一节课 介绍这种特征树 就是有明显特征的 比如松树啊 白树啊 柳树啊 梧桐啊 还有芭蕉啊 像这种 它完全这个区别于别的树种 像这种树 要画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画给它画准了 让它一看就是这么一 就是这么回事 你不能让它看松树呢 不像松树 柳树不像柳树 这个就比较麻烦 这边呢 再画一个 因为右边这呢 是两颗 所以说这上面呢 我要给它画成三颗 不要这边两颗 那边两颗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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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对了 一个多 一个少 点一下太点儿 到这个程度呢 这个墨色部分基本完成了 所以在国画里边呢 一般来说呢 呃 墨呢 要完成这个作品的百分之九十 甚至以上 基本上如果不加颜色的话 仍然是一幅完整的作品 要画的这个墨色 要达到这种程度 现在呢 假如不加颜色 这也可以说 是一幅比较完整的 完整的水墨画 现在呢 上一点颜色 还是先调这个褶石 加一点这个淡墨 把这个露白的部分呢 染上一些褶石 尽量不要盖住墨 这个用褶石 染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褶石呢 千万不要这个 调的这个颜色太浓 一定 水分一定要大 如果太浓的褶石 如果染上去以后呢 它现在非常干燥 干了以后很难看 现在调这个 藤黄和花青 也加一点淡墨 把这背光的地方呢 它也染一点这个绿色 松树呢 也染一下 前边 我说到了 我们这个网上的国画培训班 这个都是针对零基础的采用 采用这个YY视频直播的方式教学 学员坐在家里面呢 看电脑或者看手机 都能上课 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这个零基础的成年朋友 学习 如果你有兴趣呢 你可以加入微信 老春AA 来了解一下 拼音老春300A 这幅画呢 颜色呢 主要就是这个褶石和这个草绿 然后这幅画呢 就算完成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我看你了 这边是一个火箭的 我看你了 你还可以了